一个什么前面一个 因为啊 这个参数是自串正列 所以呢 我就用前面这个来接了 这个写法 我想不知道各位熟不熟 就是for each in for each的方 就是说 呃 这后面是个正列 前面是一个什么 一个自串 然后就把 这个自串呢 逐逐一个 01234 看有六有六个嘛 01235 分别丢过来 先丢0的 再丢1的 一直在推 然后先把它丢进来 那丢进来之后的话 就做转型嘛 用int 把它转成 转到x 然后呢 判断说 如果 它大于等于60的话 那big60 就是及格的人数 就把它加1 这个big60 是一个count 计算说 有几个人及格 那 另外总分 就是总分部分的话 底下是加 也还要怎么样呢 把这个成绩 因为我取得成绩 我们是要怎样 把这个 这个总分把它加起来 为什么要算平均嘛 那算平均的话 就是把总分加起来 再除以几个人 就会是平均 所以后面这一行 就是 我把 x的成绩 把它加等于 sum 就是把它放到 这个总分里面去 全部都一直加总 然后最后再再把它除以 这个总共有几个人 那这个地方 for each in 这个我想 这个写法 如果你不会的话 当然你可以把它改写 其实它原来的写法 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来 基本上原来的写法 应该是这样 大家不要看得懂的方式 这是类似像这样哦 我把它 原来的写法应该是 这个地方哦 是用什么 用int 一个i嘛 预设值等于0 对不对 然后 呃 条件的话是当i什么呢 i小于什么 小于args.lex 有没有 就是当 这个 我们的 我们的正列长度 然后呢 分号在什么 i++ 这个写法应该 我们前面这样写嘛 那其实可以 那底下这里的话呢 改成 因为我不是丢给string 而是去抓到那个arg 的什么呢 里面的i嘛 这样子 其实 这种写法是原来的写法 那其实一般 如果说 你要从正列里面 去逐笔逐笔的抓的话 通常会写在写上面这种写法 会比较简洁啦 那两种写法 哪一个比较 那看得出来 那应该是上面的比较比较比较容易理解啦 那其实像很多像现在很多 JQ mobile里面很多都是这样 他里面还有一个一曲的也是一样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要抓 抓那个database里面资料都会这样抓 ok 好 两种写法 我想都一样 各位可以自己再参照一下啦 然后呢 就去判断大家种 再来做什么排序 因为我要有个最高分 跟